到中秋節 許多民眾都喜歡吃烤肉 但攝取過多的熱量 卻也造成身體的負擔 台東馬街醫院營養師曾例如強調 中秋節如果要烤肉 選擇海鮮類 遠比五花肉還要健康 營養師表示人體檔固醇指數提升 其中主因是攝取過多的飽和脂肪 平日料理選擇不飽和脂肪的橄欖油 芥花油 苦茶油 酪梨油以及菜籽油 就可以有效預防攝取過多油脂 但如果喜愛喝含糖飲料 也會攝取過多的脂肪 營養師強調食物本身所含的飽和脂肪酸 才是造成體內膽固醇升高的主要元凶 另外也提醒服用心血管藥物的慢性病患者 中秋節適逢柚子盛產 部分藥物和柚子同時食用會影響藥效 所以吃柚子或葡萄柚同時 要特別留意服用的藥物是否有禁忌食物 原則新聞明天感謝台東市采碼報導